就是在這種含牛的地方的時候 就會感覺稍微有一點粗粗的 會不會有人這樣 有 所以其實肌膚的保養真的很重要 那所以我們先來看看 其實什麼這一兩年 大家有沒有感覺到 全球的趨勢有點點不一樣 也加上說我們的疫情關係 很多人都宅在家裡對不對 那你看到很多電商崛起 他們狂壞那個保養品 都是主打脂脆的成分 那我們看到這個國際的一個趨勢的分析上面 也看到其實脂脆的這個成分 也已經變成一個市場的主流 很多人都在講脂脆的保養 就像我們的專櫃品牌 脂差堂 脂差堂這個牌子 他也推出了我們脂脆的一個副品牌 所以大家可以看得到 其實脂脆這樣的一個保養趨勢 是目前的一個主流 那第二個重點在市場上是什麼呢 是亞洲的市場 因為其實真的亞洲出美女 所以亞洲的美女 在保養成分上面的使用都非常的著重 以至於我們可以看到 其實在全球保養品市場裡面 亞洲已經躍身為一個最主要的角色 所以連一些歐美的一些市場 都會來參考我們亞洲的保養成分 這兩個重點是我們一定要記住的一個 我們在分享保養趨勢上面可以看到最新的一個亮點 那在這個部分我們就可以看到水貝納 我們是不是都有跟上我們全球的一個保養趨勢 因為我們強調的就是更天然 更安心的一個保養成分對不對 那我們絕對不要加一些不必要的一些成分在裡面 我們只加最純淨最有效的成分 那再來就是說其實我們也不會去用一些 產品的明星大研人 我們用的是誰 就像我們看板可以看到 我們用的都是我們最真實 最真實最貼切的一個會員的一個見證 這樣來的會更有說服力 所以這麼棒的一個產品呢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我們12月份的一個上市的狀況 很多的一個體驗活動在我們的生活館都有舉辦 然後也有一些全家大小都一起來 參加我們那個生活館的打卡都很棒 那在這邊也要非常謝謝所有的產品講師 幫我們大力的支持這樣的一個體驗活動 那所以呢在1月份呢 我們緊接著跟隨著這樣子含流一波一波來的天氣 其實大家會不會覺得 我們來的正式時候 我們的海洋青春抗暖系列跟蜂蜜玫瑰系列 在這樣的天氣底下呢幫我們上市的正式時候 那我們先來看看我們蜂蜜玫瑰的這個系列 那這個系列就是我剛剛提到了 如果你有去注意到說 上個禮拜五是含流最強的時候對不對 然後慢慢的到禮拜六禮拜天是不是又突然出了太陽 其實那個時候敏感性肌膚的人就開始會出現不舒服 一點點癢癢的一點點紅紅的 其實這個時候就是最適合來我們用這個素含系列的玫瑰蜂蜜系列 那這個系列裡面呢 當然我們最主要可以看到的亮點是玫瑰這個部分 其實我們的玫瑰水它是來自於我們大馬士閣的一個純露 所以是非常非常珍貴的一個成分 那第二個亮點我們也可以去值得探討的就是 其實你看到雞血草這個成分 其實如果有在注意其他保養品牌的人都會發現 日本、韓國他們有一些醫美的一些品牌 都常常使用這個雞血草的一個成分 那這個成分呢其實是有一些民間傳說的 其實大家可以聽聽看蠻有趣的 就是相傳在很久古老的時候 山上的老虎都會在打架 然後打架的時候呢都弄得皮破血流的 那一些鄉民呢就會看到 奇怪這些老虎呢怎麼在山上 就在某一些草堆的部分 會一直打滾一直打滾一直打滾 後來他們就會看到說 哇原來那些草是雞血草 然後看到老虎隔天的皮膚都變好了 所以其實它又叫做老虎草又叫做神仙草 那所以呢它也因為很強很強的一個修護力 它有被我們記載在中藥的大詞列裡面 去證明說這樣子雞血草的成分 有很好的一個修護力 然後抗發炎的力量 所以在對抗我們敏感的部分呢 會有一個很好的功效 好那接下來呢 我們來看看舒緩系列 我們的各自產品的一個使用的 一個介紹跟步驟 這邊呢是洗淨的部分 那這個比較值得我們去了解的是卸妝膏 因為這個質地很特別 它比較像是也是日本 韓國比較會使用是膏狀的 那你去狗在你的手上的時候 它是膏狀的 可是當它開始畫在你的皮膚的時候 它是很輕柔很輕柔的一個油轉 然後你可以看得到的是你連睫毛膏 它都是用融化的方式在溶解 它不像我們一般用一些卸妝棉 它可能好像是用拉扯跟搓的方式 然後讓那個睫毛的膏整塊的卸下來 其實那樣對皮膚都不好 那這個卸妝膏呢 它是用溶解的方式 但是你可能在鏡子裡可以看得到 你的彩妝正在溶解 那在這邊呢要幫我記得 就是它還有第二步驟很重要 就是你把它畫開之後 你要加一點水去做一個乳化的動作 它會有一個更強更好的一個潔淨力 那再來呢可以搭配我們的洗面乳 那這個洗面乳雖然說它就是一個洗面乳 可是真的試試看 因為我個人試了之後 我會覺得洗完之後 你去摸你的從鼻頭到臉頰的部分 如果你有摸過水煮蛋 它就是像水煮蛋那種鼓哩鼓哩的感覺 很棒的一個感受 好再來這個噴霧呢 跟我們竹炭一樣都是為了更方便 然後更及時可以解決肌膚的狀況設計的 所以它其實就是取代了化妝水 那它讓你可以24小時待在身邊 因為你知道敏感的時候 你不是只有晚上才會敏感 你在路上可能就敏感了 所以真的需要一個很方便的噴霧氣息 這樣 好那這邊呢再介紹一個我們的修護油 其實油類的一個使用呢 也是最近蠻受歡迎的 那這一瓶比較特別的地方呢 其實它是因為它有含B12的部分 那大家知道B12它就是本身在一個 抗發炎跟修護會有一個比較好的效果 那記得在使用我們的修護油的部分呢 劑量一定要夠 然後要有一個比較長時間的按摩 會對我們的肌膚的一個敏感的狀況 做一個比較好的舒緩 然後大家知道敏感的肌膚最缺的就是水 對不對 所以不斷要補水還要鎖水 那我們要記得一個概念 乳液它就是在幫我們大量補水的 然後鎖水要看靠晚上的晚霜 在白天裡面幫我們補水 然後晚上的時候這一瓶夜間的修護乳霜 它除了蜂蜜玫瑰積水這些成分 它還有玻尿酸 大家知道玻尿酸的作用就是要一直要幫我們 鎖水補水會有很強效的一個修護作用 那一定記得不要嫌說晚上要睡覺之前去擦很麻煩 省了這一道其實你早上起來你感受會不一樣 一定要試試看 好 那在這個蜂蜜舒緩系列部分的介紹呢 再來我們要看到的是我們的海洋的部分 海洋青春抗勞的部分呢 這個奇蹟來自於哪裡 大家知道嗎 其實這個奇蹟就如同圖上面講的 它其實最亮眼的一個成分呢 就在於我們的糖海帶 那糖海帶這樣子的一個成分 其實它是在生產裡面 它擁有一個很奧膩的一個修護的一個功效 那大家知道我們貴婦級的品牌 有一個牌子叫海洋茶 對對對 它其實使用的就是一模一樣的糖海帶萃取 所以為什麼這一瓶海洋抗勞系列呢 非常厲害 是因為我們用了這麼貴婦級的一個成分 在我們的保養品裡面 然後再加上我們的一些東方茶的複合物 其實指的就是這些木瓜、羊柑橘的一個萃取 還有綠茶的萃取形成的 所以大家有些人有使用過的 都會說在擦的時候 它就有一種淡淡的茶香 大家可以聞得到 一邊擦一邊覺得很舒緩 又覺得很療癒 因為它的海洋的味道 還有它的茶的味道 都可以在你使用的時候感受得到 然後再來這邊 我們在這個系列裡面 要去做一個介紹的就是 節煙油跟化妝水 那節煙油呢 我們近期就會幫大家上食 那我們先看這個化妝水的部分 有用過這個化妝水的第一個經驗的一定會是 它不是水的狀 它是一個凝露的狀 然後所以這個凝露擦起來 擦的第一瞬間就有那種貴婦級的那個感覺 所以就是比較高級的一個感覺 所以你可以知道 它這個黏液的成分是來自於我們海藻 其實海藻的表面就有一層黏液 那這層黏液呢 其實就是主要在滋養你肌膚的一個關鍵的成分 在這個化妝水使用之後呢 它就等於幫你的這個抗老保養做一個開端 那在接下來我們一定要用到的是精華液的部分 精華液呢因為它的滲透力是比較高的 然後滋養力還有海藻的萃取含量也都是比較高 那我們可以看到說它除了糖海藍的部分 還加了一個深海紅藻的一個藻類 所以等於這一瓶精華液它的藻類 比其他瓶都來得高 所以它可以很立即讓你看到說 在細紋跟皺紋上面的一個功效 這個是精華液的部分 那再來一樣就是我們熟齡劑是因為水的年紀的增加 所以在水分跟油脂上都會慢慢減少 所以沒有什麼是比補水跟鎖水重要的 一樣我們在白天的時候來使用我們這個抗老乳液 那晚上的部分呢我們這一瓶晚霜呢 它呢可以促成我們的膠原蛋白 在晚上這個黃金的睡眠時期 可以慢慢慢慢的把你的膠原蛋白慢慢的補回來 所以這一瓶晚霜加乳液是日夜一定要用的 好那最後這個部分呢 其實有像安平一樣厲害的面膜 這個我們也是即將會上市 那等上市了之後呢 再幫大家做詳細的介紹這樣 好那有了這麼棒的產品呢 我們可以看到我們又推出一個 非常強而有力的活動來支持我們 全新系列的一個產品 那這個活動呢其實很簡單 用一個很簡單的一個檢測活動 然後它以後會是常態型的 只是一月份我們為了要加強推廣 所以我們在一月份會舉辦一個抽獎 你在一月份只要掃這個QR Code 我們就可以有機會加入我們的抽獎活動 這個QR Code裡面掃進去大概會有 五到六題的一個題目 那很簡單 最主要的目的呢 是為了要讓你跟你的夥伴 可以很快速的知道 你適合什麼樣的保養品 然後適合用什麼樣的一個保養用品 這樣子 那在這個部分QR Code大家可以先拍 也可以到生活館裡面 或者是我們月刊裡面有一頁 都會有介紹這個活動 那這個請可以幫我們大力的推廣 這個在對我們的分享跟邀約夥伴的時候 都會是一個很好的工具 那再來部分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官網有一個最新的一個部分 就是在我們事業中心點進去 會有一個專屬 我們水貝納的一個專屬的一個影音館 那裡面以後會陸續慢慢增加 那目前會有的是 我們的肌膚保養的一個品牌的影片 還有我們之前上市的美髮的系列的影片 還有之前的一個詳細的產品介紹的一個影片 這樣已經都更新在我們的官網了 那再來的部分也是緊接著我們1月份 大概這個禮拜開始可能就陸續 會有一個線上的課程 讓我們四大的名師來讓我們可以 讓我們的專業知識可以更快速的 幫大家做重點總整理 那在這個整理的過程 我們就可以很快速的知道四大重點 四大的保養系列怎麼搭配怎麼推廣這樣子 然後還有我們更多的一個新品的產品資訊 我們都已經更新在 包含我們1月就會上市 也是水貝納一個專屬的一個產品目錄 可以供大家使用 然後還有因為我們是新舊的銜接嘛 大家可能會對於保養品如何銜接 有很多的問題跟疑問 所以我們也會有一本那個 官方的QA手冊在線上 供大家可以觀看這樣子 那再接下來呢 這麼棒的一些分享使用工具 我們當然也要邀請到一位很棒的分享者 來幫我們做產品的分享 那我們來歡迎